70度 所以呢 兩顆就超過 一兩顆 應該是兩顆 70度 兩顆 兩顆 字節咧 就直接扣起來 直接扣起來 好 我們用一個 最簡單的想法 一開始就講過了嗎 這邊從 30度C上升到 31度C他需要吸過多少熱 1000 以鍋子來講是1000卡 鍋子 以水來講是1000卡 鍋子呢 鍋子 鍋子吸收熱 還要用鍋子喔 不然我幹嘛寫鍋子 300個C卡對不對 就是 他只要31度C他需要 1300卡對不對 那石頭下降一度C呢 變成199的時候呢 2005 他會損失250卡 對不對 所以你要取得平衡 一個是從 200度C往下降 一個是從30度C往上升 他每升一度C 水跟鍋子每升一度C 他會需要1350卡 對不對 他每下降一度C 他需要250卡的能量 他能量跑去哪裡 跑去上升啊 對啊 石頭的能量跑去給水跟鍋子上升度嘛 對不對 所以他越來越高 他越來越低 到一個地方 叫做平衡點 這平衡點是幾度 對不對 那我算錯了 這是一個 邏輯上是這樣子嘛 那我們要解釋 我們等一下踢路C 我們跟高中的不能這樣想 這是多小的算法 我有就是要慢慢比 慢慢比 就給比出來 那我們高中要怎麼算呢 那我們要假設 我寫一下 我寫在這邊好了 假設 平衡度 為T度C 對不對 好 那 水跟鍋子 得到多少能量 等於 是不是 1000 乘上1 乘上1 乘上T-30 對不對 對不對 用 遮水了 加上鍋子的呢 是不是500 乘上0.7 乘上T-30 對不對 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對不對嘛 你不能說你不知道 我寫 你沒有鍋子 但現在你在用鍋子 我這樣寫對不對 對 你敢知道 不能說不知道啊 你要告訴我說 我這樣寫有沒有大無理 你沒有寫 我知道你沒有寫 那我現在寫出來 你就有時候不合理 是這樣子 所以說 我都用T-30 用T-30 你平衡度是T嗎 所以我就知道 我上升多少度 我上升的這些度啊 對不對 上升這些度裡面 沒有包含是1000卡 是來滴水的 所以 T-30 另外部分是 350卡 乘是T-30 好 看我T是多少 OK 這是上升的度 這個總能量呢 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石頭給的能量 石頭的能量 石頭的能量 石頭能量多少 是500 乘上0.5 乘上200 減T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這兩個要相等 這個總和要等於這個總和 表分能量 給你嘛 就是我這邊的能量在這裡啊 他從這個下降 等於他上升 這能量補過來給他 所以他在很平衡點上 對不對 雙方等式解開就好了 好 等式 上面這個其實我們前面算了 等於什麼 一千三百五十乘上T-30 對不對 所以 兩百五十 兩百 減T 兩於 一千三百五十 T-30 對不對 所以我這樣可以解開T了吧 E00T married 很大 坐下來 一零零零 Dell 整起來 一零零零 到哪里 哪里 1600 G跟 1600 1600 對 1600 对 这是复的 -1601 那这边呢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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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Clips -5 -5 -2 -2 -5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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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錯了 所以應該是 九 零五零零 對不對 九零五零零出場 一六零零 所以給多少 計算機 這樣 都算錯了 都少一個零 計算機 我算錯了 我就把你算錯了 我哪裡算錯 我看 5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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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不是算錯 我們可以驗算一下 假設這條線是56.5度 對不對 那我從這邊向量多少 我向量了 143.5度 143.5度 我每一度可以得到250卡的能量 等於多少 多到14 143.5度啊 我從200度C 開始往下掉 155 35875 好 那同樣的我從30度C往上升 我升了26.5度 我每一度可以得到13 我需要1350卡 這樣能夠 35775 35775 差一點點 算是複差吧 我不知道這是反應是複差 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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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答案是 165 不好意思啊 我算錯了 好 所以按照這樣的想法 應該是4顆才可以 4顆 所以 我們怎麼算到底要幾顆 -30 減30 減30 有個想法 我們需要它倍能幾度 100 100度 假設平衡點要稍微100度 對不對 左邊乘30就好 左邊乘3 來就把石頭 你又乘3拿回來 也可以 那你就是不斷拿去代數字啊 可是我已經假設 假設我就直接說 我這邊是 我不知道多少克重的石頭 對不對 我用W對不對 那這樣感覺要變數很多 沒有喔 這個T是100 你確定的 對不對 我是不是確定的大案了 所以怎麼需要這碗呢 我現在要這些東西知道 事實上就是1350 乘上70 對不對 我需要這麼多能量 就GG 是不是需要這麼多能量 所以當我求出這個W是多少之後 一顆石頭我不是不滿 所以假設W算出來是 1750 那我需要幾顆石頭 是不是4顆 假設我W算出來是2030 我需要幾顆石頭 需要5顆了 所以你從這邊可以 決定石頭的重量 先假設石頭是未知的 那因為 背等一定是100度C啊 對不對 100度C 帶進去T就沒有了 T就是以之數的變數 所以我這邊就很輕易的 知道石頭的未知數 這等級等於 我就可以求出W了 對不對 W求出來 我就可以知道幾顆石頭 OK 啊 這應該不會夠好 或是真的血而已 對 我只是差一個0而已 不會差 一點點啊 你看看 那我算是 我有算是 所以我們要出另外幾個 好好好 都好喝 拿對加一點 拿錯過兩遍 好 就回去沒點一個 誒 誒 這裡還有點喔 誒 還有誒 這裡不知道要怎麼樣 這個多少用戶 還什麼剩餘功能 好不好 好 你說得囉 那個 平衡度 應該怎麼講 那背景能開一套 你先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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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先開刀 好 我們想看看 假設 假設一個燒杯 你也比較燒餅 好 好 這個燒杯很好 這個燒杯裡面裝的 對 我想他出什麼題目 稍微有點深度的題目 對不對 出深度啊 那他深度跌一百分之 謝謝你 那就畫立體圖啊 看起來沒有神 我用酒精燈給他 沒深度了 小月選你畫的醜啊 我知道 酒精燈給我呢 這兩樣太難 配能 有在搞性 好 好 好 現在裝了300克的水 燒杯的重量是 90克 可以的重量是90克 300克的水 溫度是 25度C 我燒了 溫度多少 溫度是20度C 我燒了10分鐘之後 水溫變成100度C 水溫變成100度C 假設 酒精燈 酒精 燒熱 水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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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克 酒精的燃燒熱 這可以長 酒精的燃燒 我們精確一點 酒精的燃燒是多少 也不會像他棄手 他就是機車 很像他機車 所以他已經打算直接扣你了 我又不是機車的老師 我怎麼可能出機車的題目呢 你不是喔 當然不是啊 所以誰把我都會講 你做到什麼 我就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怎麼看你做什麼 你現在挑過你現在 你現在挑過你現在 想扣你 好你把劇院捏扣掉 欸 欸 你準備來上這個 我顯示超難 酒量不要擋 好 知道吧 你會算麻將的排數嗎 不會 你會 其實會上什麼找不知道 為什麼說 麻將的排數是什麼意思 因為把你還在搗酒精的燃燒熱 好 好 燃燒熱就是難點嗎 直接回去來開支 燃燒熱那不是難點啊 算了 燃燒熱是 他的燃燒會最發生多好熱的 對 對對對 喔 我昨天回去開支沒多久 聽不出來穿路過 剛剛打兩場 欸啊 我應該都很強了 我看到了 我看到他打 然後我就跟他說 怎麼又在打啊 然後就下樓去打 看方法 帶來 智�来了 裡面糯了 智癢 minist 你看 智癢 已經豬腥了 智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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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而且智癢 智癢 一腳它可以想 HP 欸 滚啊 1391 固的卡 small 你知道意思嗎? 不懂 就是他燃燒 固391卡會 我們或許不能叫燃燒熱 我們也許要叫煩熱 就是他 拿去完成反應掉之後 然後花起來是1391卡 梅墨 所以要先知道 酒精 酒精就是乙醇 乙醇的花絕是甚麼? 所以我們會知道他的 有沒有藻 藻啊 CH H 乙醇是從乙碗來的 CO 乙碗來的 其中一個H變成OH COH 所以假設酒精損失了60克 COH 10分鐘後 這個部分可以變成 167 杯子的比熱是 0.8 請問 整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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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中央嗎? 損失了多少能量? 不知道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能量會損失嗎? 能量怎麼損失? 就這樣消失吧 能量就這樣消失 這題太難了吧 太難了 不會太難啊 沒有 沒有 叫大陸回來說 比較算 如果 算對了 我們才 好 這題我如果給陳惠算 他想都不想都會算的話呢 你們答出也很夠三點 如果陳惠也不會算的話 這題你們答對 加兩點 不是不答直接加點喔 沒有啊 答出不夠點 那就是賭啦 對啊 答出不夠點 但答對加兩點 好 不是三點喔 沒有 好 OK 這個這麼難 你題目到底看不懂 我們現在來問 如果他燒了十分鐘之後 他搞不好燒了七分鐘 就已經保持在一百度 因為他一百度 沒有 我現在告訴你 杯子什麼材料 像十分鐘 杯子什麼材料 杯子什麼材料 杯子是 材料不重要嗎 不重要嗎 不重要嗎 現在告訴你 這些材料 就是 表示說在這些東西脫離 他的杯子不會參與反應 他只是一個物理變化 他會吸收熱 對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 抵熱了 0.8 喔唷 TG100 TG100 我測量到十分鐘 他要被騰 可是十分鐘重不重要 重要 十分鐘不重要 主要是讓他被騰 要好好被騰 對啊 重點是 你要先算出他多少能量 才可以被騰 對不對 接下來你要考慮說 我酒精燒了那麼久 到底損失多少能量 我知道 如果有一支水杯 那樣的東西 酒精都沒有不到什麼錢 酒精 你想他是損失了60克 我幫你酒精燒了60克 60克 你可以從他的反應熱算出 酒精生成都把你量出來 你能量到化學士 都還沒問題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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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outs 沒有 怎麼 男 人 clusters 請 Cs C C M alma 但是 可是跟我家前面 对啦 但是 可是这没有 东边知道意思 对啦 不太容易 东边那是什么东西 喔 烦耶 知道意思了吗 你们还没有知道意思的 字姐 知道意思了吗 诶 知道意思了吗 诶 我不知道意思了 诶 我不知道意思了 好 看第一个题目 诶 第一个题目 诶 很多人 太多了 我们在这个程度买也高中 不是国中化你的 到目前为止是国中化你的程度 是吗 那你问国中生 一个答错就扣5点 你说音乐吗 目前学校国中生 还没照到这边卖一次 招中 鲜宇 他会说我记得是那么顺 事实上他们都交过了 我们也交过 你没有交过 但你都会问给我 我很难过 假设 我多点圆啊 蹭 燃烧后蹭水很重要 就是肺腾脱了 水中的会改变吗 水中90克 95克 200克 是200克 295克 水中295克 表现5克不见 蹭 能量损失多少 能量损失多少 不能随便放进 你要先想 我讲到这边 你不知道从何左手 你认为哪边会有 有困难的在哪里 能量损失 水中的水中 撕发 水闹吗 撕发 水中的海铺 会带走热量 水中的海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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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热量 水蒸八带的热量是什么东西 你在问我 我听不懂你的问题 我现在讲 我先画过这个组给你们看过 但是我刚才忘记了 这应该是活动的部分 这叫做BT 这是什么 这是温度 时间 温度跟时间是什么 好 我现在有一个冰块 从负实度 负实度C的冰块 这是负实度C 这是什么TB 不实不心 我开始加热这个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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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冰块怎么样 融化 它会融化 它会融化 你温度还没上升之前它会融化 降温 我加热这个冰块 它会降温 它会升温 对 它会升温 它温度可以升 它所以时间增加 它可以升温 欸 它升到零度C的时候 会发现一件事情 它温度会升 它温度在零度C 它在做什麼 這段時間在做什麼 散熱 或是融化 對 它在做融化 這叫相變化 相變化 相變化會帶來很大量的營量 像水冰塊上升一度性 每一顆的冰塊上升一度性 它可能只需要大概是 小於一卡的熱量 但是當它凝固性的時候 正在相變化 它每一顆的冰 要變成一顆的水 它會帶走很多能量 這叫做融化熱 或是凝固熱 如果是液態水 要變成固態冰的時候 它凝固的時候 它需要放出能量 這叫做凝固熱 那你從固態的冰 要變成水的時候 它需要吸收能量 叫做融化熱 所以 為什麼我們說 下雪的時候 市場沒那麼冷 可是什麼時候比較冷 融雪的時候比較冷 為什麼融雪比較冷 因為雪要融化的時候呢 它帶著很大量的能量 即使都是0度C喔 即使都是0度C 它需要帶有大量的熱 所以你整個空氣會被 一直溫度會被吸走 能量會被吸走 所以融化熱 其實會帶著很多能量 融化熱 所以 等到所有冰塊都融化了呢 這個溫度會開始上升 是吧 所以這0度會開始上升 所以時間在跑 就開始上升上升上升 它溫度又不會上升 為什麼 變水 從0度C到100度C中間是水 到那邊又變水 變土 它變成氣喔 變水氣 這叫做蒸發 對吧 它從液態水蒸發成氣態水 這也是一個相變化 對吧 從固態變液態這個相變化 從液態變氣態是另外一個相變化 這是另外一個相變化 所以它開始 吸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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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全部都變水氣之後呢 差不多就可以開上升了 這個上升基本上都可以上升到很多 超幾千度都可以 好 這個地方吸收的能量 比這個能量更高 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氣化熱 記不記得 記得 記得 所以在這邊你要擦什麼 你要擦什麼 你要擦什麼資訊 要去查 這個題目我沒有跟你說的答案 我只有跟你說 給你這個 這個 這個提示 啊 這也是我擦的 可能你也可以擦 但是我想你 但不知道擦什麼 所以去幫你擦 但這個 你應該有能力聽你擦 這要擦什麼 這要擦什麼 水的 你知道什麼 背點 水的背點是100度C啊 這不用擦吧 水的背點 他還是100度C 這叫做氣化熱 記不記得 氣化點 不是氣化點 氣化點就是背點 100度C 你要擦水的氣化熱 氣化熱是什麼 氣化熱它從液態變氣態 它需要很多能量 才能去進行向變化 知道什麼叫向變化沒有 我就是這個 水氣 什麼叫向變化 你知道嗎 當它從一個向到另外一個向的變化 它需要額外的能量 它沒有很單純說 我今天只是從一度C變成兩度C 我從固態的一度 變成固態的兩度 我變成固態三度 這都很簡單的能量 它只是一筆熱 那些能量都很低的 可是當鐵 同樣的鐵 我到熔鐵的時候 我開始從固態鐵 要融化成液態鐵的時候 它需要很大量的能量 那一個部分 你一開始不知道怎麼做 這個對方來講很有困難 這個可能有問題 這個部分有提過 但是我從來沒有浪費 提過 但這部分麻煩 我到目前我們講到這邊 你有什麼缺台 缺什麼資料的 請告訴我 假設沒有這個題目的時候 這邊的熱損失 跟這個熱損失 能量損失哪一個比較高 這個能量損失沒有比較高 因為它有分能量損失 事實上是給水氣化 在這邊是真的能量全部損失的 假設它還是維持300克的水 你算出來的結果 因為同樣是燃燒60克的 同樣是燃燒60克的酒精嘛 你從這邊可以算出燃燒60克的酒精 總共產生多很多量嗎 智姐 可以 因為有的 因為有什麼 公式 哪個公式 就是那個 關西式 哪個關西式 哪個關西式 每燒提摩爾的酒精 可以從這裏 公式 因為這個 不叫公式 也不叫關西式 這就叫參數 隨便 這叫這個參數 比如說我們在 知道像這個氣化熱 氣化熱也算是一個參數 你要了解一個題目的時候 你需要很多參數 這參數是連做實驗出來的結果 這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可以推倒的 沒有 這就是純粹是做實驗出來的結果 所以通常你把這種東西叫做參數 氣化熱是個參數 融化熱是個參數 反應熱是個參數 就是查表可以查到 像上門一查就查到 因為這是你做的實驗 跟我做的實驗 假設你的控制 因素全完全一樣的話 得到結合是一樣的 所以都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就是查體 就可以查到的結果 第一個題目是 其實我簡單來講 我燃燒60克的酒精 我讓這杯水沸騰了 可是是不是所有燃燒酒精所產生的量 全部拿來讓水沸騰了 是嗎 有些會散失 有些會散失嘛 熱會跑掉 我在旁邊覺得熱 為什麼覺得熱 熱流到我身上來了 對 熱會散失 所以這邊問題的題目是說 熱什麼事跟多少 可是這個實驗第一 溫步驟 我們還沒有精確嘛 所以我們第二步驟 更精確一點來講 我後來已經測了水的重量 當然說水少了5克 水少了5克 表示 酒精燃燒的能量 有一部分給了水去氣化 讓水蒸發了 讓水蒸發了 所以水蒸發會帶著能量 所以說精確來講的話 水 假如通知說 不要讓它氣化 被騰了之後就關掉 事實上它大陸的能量 就可以被解除下來 所以我應該知道說 假設有附的能量 是來當水被騰 所以我真正來講 損失是多少 只要你不知道 就是損失的量 那這個題目是 事實上是還蠻 蠻精確的 蠻實用的 真正做實驗 會有好的狀況 真正做實驗之後 就會有這種類似的情形 對面對方的一次因素 對墊體有什麼餘命 對墊體有什麼理由 還有一條計畫 對墊體有什麼理由 這麼理由 對墊體有什麼理由 是幾個理由 對墊體有什麼理由 你想西地砍 你還要自己与 對墊體有什麼理由 你想西地砍呢 的人 對墊體有什麼理由